吶無本師釋迦謀尼佛 吶無本師釋迦謀尼佛 請放長 那我們繼續講這個 顯墨元通成佛心耀 我們先講到墨教心耀 這裡是恥中移軌 講到恥中移軌就是念準題法的移軌 善道大師特別強調這個準題法 因為我們中國 在中國的默法 剩下四個法 中國的默法 從719年 719年開完三大使來中國 到845年 845年 845年就是三武一宗之亂 唐武宗 三武一宗之亂 這100年就比較輕盛 其他呢 跟著就沒有下去了 跟著就不行了 這個 在開完三大使來中國之後 這個空海大師 802年 就來中國 804年就回到日本 拿了一個法 跟衛果祖師接了一個法 回到日本 這幾十年間 都沒有什麼 因為衛果祖師完直之後 都沒有哪一個 厲害 就是好過衛果祖師的 所以 而且衛果祖師傳的是一步的法 就是傳給空海大師 就是兩步的法 所以他拿了一個去日本 拿了一個去日本 因為空海大師呢 就是這個北空三藏的轉世 那是一個無致命 就是衛果祖師的無致命裡面寫 空海大師寫呢 就說 你來西土入我的法 我去東土入你的法 就是說 他是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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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空三藏的轉世 北空三藏原直那天 那麼空海大師就出世了 所以呢 他是這個 北空三藏的轉世 就是把法呢 就帶了他去日本 那為什麼要帶他去日本呢 就算他在這裡 第一 祖師就知道 有三號一宗之亂了 一早就知道 因為 因為這個 佛教的安排呢 因為佛是一切智者嘛 一切智者呢 是可以知道 將來會發生的事情的 其實我們將來會發生的事情呢 早就已經在那裡了 就是 看別人是否改得到 改不來就照照照照這樣去的 所以呢 你在一個遺惜催眠的時候呢 催眠呢 將來會發生什麼事呢 就知道的 因為這個 一個 一個軌跡這樣去的嘛 因為這個業呢 那個業呢 那業呢 那個業呢 業的軌跡 業的軌跡呢 它一直去的 所以不會改的 因爲這麼多人的業 這個現在你看巴夏 巴夏是一個通靈的人 通靈的人說很多古靈精怪的東西 但是他也不是古靈精怪的 不是很古靈精怪的 說佛法的東西 他就說我們的意識 我們這個世界是一個混帳 跟佛經一樣 他就說這個世界是我們的高我 高我 即是高級的我 即是阿賴耶識這樣變出來 即是我們佛教講阿賴耶識的高我 即是這個我來講 普通的高我是變出來的 因為 IT是將一些事物去變出來 那就變成這個花花世界 然後你看到這些東西全部都是假的 不是真的 為什麼可以證明它是假的呢 證明了到一些人就可以是假的 即只有特殊技能的那些便是假的 其實這個世界就是假的 沒有特殊技能的就是真的 所以這個巴夏 或者是巴夏 不知道 這個講的高案其實都是錯的 為什麼呢? 它是靈界嘛 它進來靈界當然所有東西都是假的 所有東西都是意識了變出來的 所有東西都是自己的意識 因為它是將那些粒子組合在一起的 所以只有它的世界 全部都是它的世界 但是我們人就不同了 我們下來做人之後 我們就不同了 因為我們跟別的世界是有關係的 就是跟別的人的世界是有關係的 所以我們很多個世界都在一起 這個是你的 那個是我的 都在一起 那麼個個都有因果 所以有因果的人就負相在一起 沒有因果的人就不會跟一個世界出現的 一天就是我踩傷你 一天你踩傷我 一天你就有冤 一天有仇 一天報恩 一天報仇 那麼大家在一起的 大家就是剛剛好在一起的 那麼這個在一起究竟誰安排呢? 那些天神安排的 那些天神單行那頭的 不是叫它安排 但是它會安排的 就是它會將你整在一起的 所以你現在出生的時候 它都跟你搞在一起的了 就是你有冤有仇什麼的 所以不會有一件事是沒有關係的 在你面前出現的 在你面前出現都跟你有關係的 所以你變成自己的世界 它又變成它的世界 它又這個A又變成A的世界 B又變成B的世界 C又變成C的世界 那它呢 是搭在一起的 就是搭在一起的時候呢 變成有因果報應啊 什麼東西啊 那這些看下去呢 看下去好像偶遇那樣 其實呢是安排定的了 一早已經安排定了 所以你一出生的時候呢 那個造墨主 不是說話啊 那個造墨主啊 那個天神啊 就是天神控制你的 就是它會控制你的 就是我們人呢 是很渺小的 就是很渺小的 就是不是靠自己的力量 力量的 所以它控制你的時候呢 它已經畫一條線給你走的了 你就走這條線了 它又走那條線了 你就走這條線了 大家不要錯 為什麼畫一條線呢 因為你的業是這樣的嘛 你做了好事 那你將來得到好報 撞到一些人都是好的 你做了壞事 將來得到壞報 遇到所有人都是不好的 所以呢 這一個 劃定條線在這裏了 所以我們呢 原則上呢 可以知道 將來的命運是怎樣的 就是百字啦 王極神數啦 這個是鳥鵬四分 最準就是王極神數 鳥鵬四分 還有準題法 很有關係 因為宏谷禪師教念準題法嘛 改運 改命運 那麼這一個呢 咦 為什麼沒有聲音 怎麼沒有聲音 怎麼沒有聲音 那麼這個 教他改這個準題法呢 就教他改這個命運 那麼這一個 這一個 所以呢 這一個呢 是我們的百字 那百字未必準的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他畫好條線給你而已 但是你會行叉叉叉叉的嘛 你不是一定要照他的條線走的嘛 就是這一個呢 就是一個模式來的 那你照著他這樣生活啦 出生 你有錢 有錢就在那裡讀書 讀書讀到什麼 這些 就是已經整好了的了 不過如果你不強力 又會低一點啊 又會低分一點啊 本來是這麼高分的 但是你 你不強力有鬼啊 那如果 如果你是做壞事 那又會減一些哦 做好事你又會加分 所以呢 原則上呢 原則上將來發生的事呢 是定的了 所以呢 你可以呢 你可以去看將來的事 那除非你去改他啦 所以我們佛教呢 最重要呢 是他改命運 就是要改命運 就是要改命運 命運是這樣的 你可以改的嘛 那怎麼改呢 就是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就是消業積福啦 第一 方紅生 你的冤家債主呢 變成了你的大戶法 你每天給他吃呢 他又來捧你牆呢 變成了你的大戶法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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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紅生 消業 那積福呢 就是供天神了 供十二天神 那些管理的那些神 那些本命星 本命元神 本命秀 因為他是在那裡監視你的嘛 就是他在那裡 因為他有他的影響力的 那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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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名字是假的 就是這些 什麼巨門啊 破關啊 那些 只是一個 一個 代表性 那這些是虛聲來的 先 不是實聲來的 不過呢 它是代表了一件事 代表了一件事 那件事呢 就是你的守護神 所以你供你的守護神 十二天神供 供你的守護神呢 那就是 就是 命運就會順一點了 那做了兩件事之後呢 那跟別的事是不同的 所以呢 所以呢 雖然呢 有災難 就是未必一定改到啦 但是第一 你要供本三年啦 要供本三年才 你供一天 你想有效就能了 那天人呢 說要三年的 就是你三年才相信你 你肯供他 那這個呢 供三年 第二 你要認真去說 那又要有恆心 那你就放蒙生思食啊 供十二天神供 那你就會改到 改到的命運了 所以呢 這一個 將來的事呢 是知道的 將來的事有什麼事發生呢 是全部知道的 全部 全部知道的 就是應該就是全部知道的 如果你有些人呢 百字呢 就算很準的 就是很準的 但是有些人呢 就不準的 我們就準的 我們看紫薇斗數都準的 什麼時候出家 什麼時候出來 什麼時候在大陸出來 什麼時候出家 什麼時候什麼都準的 就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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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安排了給你的 就是你都不到你想 就是不要過分的奢望 不要想著中路及彩 那些這樣的事情 總之你盡你的能力 去施射曠蒙生 那它改它 它改它呢 但是改到多少呢 不知道 所以這個 這個 可況是佛 所以它知道八四五年 實有事發生 所以佛呢 一早已經安排 安排定了 佛法應該怎麼走 到哪個時候 又有哪個出來 又到哪個時候 又發目落 到時候呢 又有哪個祖師出來 又有哪個大德出來 已經到 一早已經佛 已經計算好了 不是說到時候才算 所以佛教的歷史呢 其實佛已經安排了出來 所以這個 你看它 你看它這個 這個 柯能十二方等 百二十二年 波野譚 花炎最初三七日 這個花裂盆共八年 不是只是佛那個時代的 而是計將來的那個 所以這個佛法 到八四五年的時候 甚至三五一宗之戀 就是逼了那些出家人弘族 那九十年間 就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 全家儀式 那麼 能夠生存的呢 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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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閃宗 閃宗不用 什麼都不用 不用書 不用聖 只坐在這裏 你都不知道他做什麼 何況 坐都不用坐 天耕田都收得閃的 行路買東西 買東西 都收得閃的 正土也是 正土就不用書 只有四個字 只有四個字 那四個字 你沒有書都可以 所以這兩個就最輕盛了 其他那些要字的那些 要字的那些就大件事了 何況脈宗 又要彈 又要法器 又要衣服 又要作法 又要什麼 所以脈宗那些東西 那些就衰退了 剩下四個法 這個叫唐脈 唐朝剩下四個法 一個是準題法 一個是位積金剛 一個是尊聖咒 一個就是大悲咒 大悲咒就是沒有移軌 移軌 有 你看看那些經 當然有移軌 不過沒有人照那些經去做 好像準題有三部經 但是沒有人照準題那三部經這樣收 因為那些是供養法 即是那些是供養法 還有那些法 你那些人就這樣照本經來收 是收不到的 為什麼呢 第一 那些音已經不同了 因為我們祖師 喜歡一合二合 喜歡注音下去的 不是用衰藤體凡盟 因為這個衰藤體凡盟 這個衰藤體凡盟 就是明朝那時用的 明朝那時用 即是後面那些安撒嬌 蘇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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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阿卡 這些是唐朝那時用的 衰藤體 所以呢 最先是用驅勞體的 驅勞體 最後呢 在佛時代 這個佛時代就是驅勞體 那些 到這個脈中盛的時候 公元八八八年 六八年到八八年的時候 用的是這個衰藤體 衰藤體 脈中興起的時候 是用衰藤體 所以現在用絲藤是最準的 現在印度又不是用這個 印度用這個 用這個 用這個 天成體 這樣就不同了 所以呢 我們學的脈中 第一 脈中 這個佛教 不是印度佛教 你要跟印度佛教切割才行 如果你不跟印度佛教切割 你走得太近的時候 你很容易做漢奸 印度在那裡 混合著你 又要打你 美國又幫他做 航空母艦 你又想做漢奸 日本又做了一次 這個又想做 西藏你又不行 西藏一貼過去 你就死了 西藏又要獨立 印度又要打你 日本又要打你 印度又要打你 所以你的佛教要生存的時候 你一定要獨立的 一定要獨立 所以你要去這個印度化 我們講的不是印度佛教 為什麼呢 印度佛教呢 印度佛教在這個佛時代 在印度 釋迦牟尼佛出生 釋迦牟尼佛是講小成的 所以不關大成事 大成釋迦牟尼佛滅道之後 五百年才開始有大成起信論 就是佛滅道後五百年 所以釋迦牟尼佛講的呢 是小成教 雖然釋迦牟尼佛 講和盧舍羅佛 和大逆如來 大逆如來 和培盧舍羅佛 都是同一個佛 同一個佛的三個生 但是對這些印度那些 比較低層次的那些 就認釋迦牟尼佛的生 來講小成法 因為小成是比較低層次的 因爲印度這個盟族 雖然是聰明的 但是也不能夠厲害 所以一會兒又人踩人 一會兒又燒放煙花 又去燒庚廟 一會兒很多東西 那女生去印度又危險 一大堆東西 因爲印度多災多難 因爲釋迦牟尼佛是斷篷老鳥生死 叫他們出來的 叫他們出來的 所以在一個比較困難的環境之下 他們才出來的 富貴學佛難 所以呢 這一個印度佛教 印度佛教呢 這個是小成佛教來的 所以這個佛進入了裂盆之後 來到中國弘揚的是誰呢 是盧瀉羅佛 盧瀉羅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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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住在摩斯搜羅天頂的 他是永遠都不入裂盆的 他跟釋迦牟尼佛千百億花生 南無清淨發生 彼盧瀉羅佛 圓滿布生盧瀉羅佛 千百億花生 這個釋迦牟尼佛 所以釋迦牟尼佛是在印度的化生 所以我們學的呢 不是印度佛教 所以我們 我們這些大乘佛教 經常都說釋迦牟尼佛 釋迦牟尼佛 其實有些是盧瀉羅佛的 譬如說你這個花園經 就是盧瀉羅佛的 但是 裡面都說釋迦牟尼佛的 裡面都經常都說 其實就是盧瀉羅佛的 那《妙法蓮花經》 很多境界 這個不是釋迦牟尼佛的 升上去和多寶風座 這個釋迦牟尼佛都沒有做過這樣的事情 這些是盧瀉羅佛 所以這個盧瀉羅佛 在大乘 在中國 大乘 這個盛行在中國的 由中國再去日本 由中國再去韓國 由中國再去別的地方 這個 這個 這個由中國分出來的 東南亞那些地方 這個大乘佛法 就不是釋迦牟尼佛的佛法 這個釋迦牟尼佛的佛法 這個釋迦牟尼佛的佛法 中國人的更器比較大乘的 比較大乘更器 中國是大乘更器的地方 所以就有大乘佛出來 這個印度那些是小乘更器的 這樣就出小乘佛 這個呢 墨宗的呢 墨宗都在中國出現 因為三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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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完三大使來中國 雖然在印度 帶了那些原始的佛教過來 但是呢 經過一行禅師加下去 加個胎藏戒下去 那就完全不同了 胎藏戒只是中國有的 因為為什麼呢 那個是一行禅師加下去的 裡面有太生虎君 太生虎君 太生虎君 誰有太生啊 還是中國有的 太生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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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日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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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金剛部 是一行禅師加下去的 所以呢 在這個 大家都說 莫藏戒沒有胎藏戒 沒有胎藏戒 那就大件事 只是念咒 金剛戒也不齊 它只有三十七尊 所以 它 它 沒有胎藏戒 它是勤力的 西藏人 因為五個裡面有一個出家 而且它的佛法是普遍的 因為西藏很窮的 尼泊爾西藏那些很窮 那些人就沒有書讀 就送去寺廟那裡 我們去卡波寧波車 尼泊爾 上一次 上一次叫我去 我去 他問他 他那裡有150個喇嘛仔 哇 好厲害 因為每天吃雞翼尖 吃得雜的 沒有錢的 那些錢又窮的 他說 你在香港有個戶伯呢 就給 一個月給他一萬五元 然後他又炒一萬五元 一個月花三萬元 那很窮 三萬元 八五個人吃 一百五十個人 你想吃什麼 雞翼尖 雞翼尖 雞翼尖都不是任你補 雞翼尖就補兩隻給你 咖哩薯仔 吃到頭都爛了 那他說 哎呀 這麼多喇嘛好啊 他說不是啊 他說這些人呢 到十六歲 他會宏族的 有四個大喇嘛 有四個老師 四個老師是喇嘛 其他就是喇嘛仔 那這些喇嘛仔 他到十六歲的時候 他就會宏族的 就是選擇宏族 因為他會找東西吃 因為他會找工作 因為他家裡沒有錢 沒有錢才會送去學校 沒有學校的 沒有學校 學校就在這個廟裏面 所以送去就不用錢 在這世界住在這裏學佛 學完之後呢 到十六歲呢 你就成人了 那你就自己決定 究竟要留下啊 還是要走 結果就個個都走了 因為為什麼呢 他說外面世界這麼多 這麼多姿多彩 經常在這裏逼著吃雞 也知道哪裏肯 哪裏肯捱下去呢 所以呢 到十六歲就走了 到畢業的時候呢 他就會走 所以呢 所以呢 這個西藏的佛教 雖然看到好像 喇嘛仔很多 這些學生來的 到那些沒有書讀的 那些裏面 有些是孤兒院 有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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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都好都學法 但是學法的時候呢 他的佛教呢 他的佛教呢 沒有胎藏界 他的墨教沒有胎藏界 他的墨教呢 還有他的墨教呢 是五名的 他走去學大皮婆沙論 那些 那些 大乘不准學小乘化 提一提 你都 你都奉 這個 奉這個 沙梅藏界 因為為什麼呢 大乘不可以讚嘆小乘的 你走去講大皮婆沙論 走去講這個 拒射良人手 去講什麼 因為西藏呢 都不懂的 把這些混合在一起 那他就講中公啦 中公英城派 自立洋派 一會兒 一會兒又遺跡 一會兒又中公 這些都是大乘瘋門來的 你為什麼花鹽和天台 這麼大乘呢 所以呢 這個 這個 所以 他 他這個 他是有些問題的 問題還多 還有雙生化 還有在印度傳去 雙生化 這個 這個 東脈 就叫做純脈 唐朝那時候 因為 719年 傳來中國 到這個 聯花生大使 入西藏呢 804年 804年 就 804年 就入西藏 所以呢 這裡爭了幾多年 爭了百多年 爭了幾十年 爭了幾十年 爭了一百年 整百年的時候 這裡已經有時輪法 和雙生化 時輪法 就是因為被回教打進來 那又會有時輪金光 所以呢 這個課金呢 叫你不要去找外星人 找到呢 他就會打你 好像阿芬特那樣 因為他的科技比你高 你不要以為找到他就好一些 那些人呢 因爲 因爲 各個脈種都要生存的 他不是 他不是當你是人 大哥 他不是當你是食物 那你就死了 所以 所以呢 這個 這個 霍金叫你不要找外星人 那這個 這個 什麼是外星人呢 爲什麽會說 剛才會說霍金呢 因爲 這個時輪金光 就是外星人 來的 他的標誌 是32個彭文字總加起來的 那些太空船標誌 那這個呢 那現在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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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已經來了 那些 現在是香巴 香巴拉國 第25代國王 這個 這個 香巴 香巴國的 第25代 第25代國王 那這個時輪金光呢 有個時輪金光動的 那現在他來了 那些人 就是看不到他 就是看不到他 因爲他二十隻手 二十隻腳 那要神通的 識變 識非 識成 那些人 就找不到他 那我們呢 就是 預言呢 就過四百年之後 人類就會找到他了 找到他 想征服他 想跟他打 怎知 比時輪金光 就征服這個人類 所以呢 所以 將佛法 帶回來 這個世界 就是西藏的人說 就是脈族裏面說 所以呢 這一個呢 這一個呢 跟科金一樣 所以呢 這些是外來人 這些是 所以呢 現在的科學家呢 全部都傻的 因爲他沒有宗教嘛 所以 科學沒有了宗教呢 就是盲的 宗教沒有了科學呢 就是 就是傻的 為什麼呢 你不懂得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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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傻了 那你沒有了宗教 這個科學 沒有了宗教呢 就不知道 不知道怎樣 所以他們拼命去找 去找這個 究竟有沒有 UFO啊 究竟有沒有 有沒有外星人啊 所以是傻的 這些科學家 這些呢 傻的 為什麼呢 人類再進一級 就無形的了 就是 一變成先人 或者變成阿修羅 惡的就變成阿修羅 阿彭特那些阿修羅 那些阿修羅 那些 那些呢 就已經進化了 整成天人 那你哪看到他啊 你走去看 有哪個星球有水 看看哪個星球有大氣層 看看哪個星球有什麼 走去拼命找 現在找到多少 找到 七百幾個 七千幾個星球 星球就是 再找到外面 看太陽 看看有沒有行星 就不用找了 你問問問 那麥婆 就知道 在旁邊而已 在旁邊而已 它不一定要有影的 如果你說 你一定要找到 同樣的脈種 同樣的人 的時候呢 它比你低的那些呢 其實飛不來這裡的 它比你低的那些 它來不到這裡 它比你科技還低的 那些豬啊 牛啊 別處有 但是它不會做到太空船的嘛 如果它是人的 能夠做到太空船的 能夠來到你這裡 能夠穿過個蟲洞 宇宙 宇宙之間有個蟲洞的嘛 那它能夠經過一個蟲洞來的 太空船可以經過一個蟲洞來 來你這個世界的 那它已經是沒有影的啦 你還找有影的東西做什麼呢 你看這些太空人呢 那些星球人 可以一下出現一下消失的 因為它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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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這個這個 它有這些這樣的功能嘛 那你為什麼去找一些有影的呢 沒有沒有影的 就說蒙賴賴賴賴 就行了 個個都行啦 找個下巴都行啦 生下巴 那些這些事情在YouTube上面有很多 所以呢 這個 我們已經爭一些可以飄移的了 那麼 1943年 1943年 有一個叫做廢城 廢城實驗 這個呢 在廢城實驗 那這個是美國的 那時候呢 愛因斯坦呢 愛因斯坦呢 在這個海軍部做的 那當時呢 跟這個納粹打仗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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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呢 快來打輸了 就是美國想著呢 打輸了 因為希特拉有外星人幫忙 那些科技都不知道 突然間又弄一些新的東西出來 突然間又弄一些新的東西出來 那所以呢 所以呢 它想著呢 打輸了 那找個愛因斯坦呢 大家研究 搏一搏 那這隻轟臨 那這隻轟臨呢 一千多噸的 那是什麼號的轟臨 那這隻轟臨呢 就弄一些磁下去 弄一些磁石下去 就是那些磁 那些轟臨呢 改造了 然後裡面呢 包一些磁在這裏 包一些磁在這裏的時候呢 準備隱形 因為轟臨呢 就說現在是隱形了 現在這些隱形 隱形技術 現在大陸都用了 就是 就是磁力隱形 就是磁性隱形 因為為什麼呢 它的磁性 這個光 一穿過磁性的時候呢 會反射出來 我們能夠看到這隻轟臨呢 是因為我們看到這隻光臨 然後再反射 雷特也是這樣 射到那隻東西 有隻東西擋住 就變成有個形 有一隻光臨的形 在那裏 那磁場呢 就可以改變那些光的角度 改變光的角度 就是從前面或者在後面都不動 那樣就會打 install 500人 然後 Brenda 光臨會放了紫色光的 都去了400多里外的地方 真的是 clothes 甚至一有 dealer 真是成功 就倒了 自行四 night 改變了藍光 唉呀死呀 這 Frau 這 mulch 軍艦裡的人全部都燒死了 黏在金屬上 最後很多人叫賠償 美國封鎖了這個消息 但是外面是傳的 所以在YouTube上 你看廢城實驗 你可以看到這個東西 已經可以做到隱形了 整個東西去了別處 還有 這隻軍艦更奇怪 它可以去到蟲洞 它可以入蟲洞 它說1984年1983年 它又再出現 它又出現在那裡 它又出現在別處 那些人又去弄 破壞那些磁石 因為想弄壞那些磁石的人就再回來 但是弄壞了之後 廢城實驗 終止 所以又衝動的 在別處 軍艦又會再出現 還有那些人 參加過衛城實驗那些 在酒吧那裡 可能沒有了一隻腳 可能沒有了一隻手 人家看不到 人家看不到的 其實不是沒有的 人家說你再打一下它 才知道有隻手在那裡 因為是隱形嘛 隱了一些去 所以這個科技來說 人已經可以做到的了 不過 愛因斯坦死了之後 愛因斯坦死了之後 就沒有人搞這件事了 最後它將它全部燒掉 統一場 這個宇宙統一場 將它燒掉 因為害死太多人 發明這個鹽子彈炸死這麼多人 它很內疚 最後它全部燒掉 它全部燒掉 全部燒掉 全部燒掉 最後臨終的時候 跟那個空戶講一大多話 空戶不懂得聽 因為他講德盟 他講德盟 那些空戶是美國人來的 不知道他講什麼 可能就是圍捉了 可能告訴他 這個是這樣的 所以這個科學家 將他的醫生靜悄悄拿到他的家人同意 將他的腦子切開240塊 將他都放在這裏研究 那這些研究成怎樣的研究 就是想拿回一些訊息出來 好像電腦的硬碟壞了 拿回出來 把它拿回出來 為什麼會這麼聰明呢 所以外星人 蜥蜴人幫忙 所以現在這個太空總署 現在還有18個外星人在做 一個最高的一個是230歲 那個是太空總管說出來 南世宇那時候說出來的18個外星人 難怪美國是這麼好的 所以我們看來中國又捉了幾個 現在一拼命出去 所以現在根本就不用去找那些外星人 就是你去找外面跟我們一樣的人 是找不到的 因為他能夠來到我們地球 他已經可以隱形的了 已經可以變 他想變成什麼樣就變成什麼樣 變你又可以 變他又可以 科學變做得多 科學家又不省水 因為他可以變成什麼樣的 他要科學高的那些來得到 科學低的那些 牛羊的那些在他自己的星球那裡吃草 但是他能夠來到你的星球 他當然比你厲害 比你厲害 當然可以隱形可以變 可以走來走去 可以一下子又看到 一下子又看不到 所以你想在YouTube上看看 一些UFO的飛碟 飛碟突然間一聲就出現了一隻 突然間一聲就消失了 它一會兒就出現 一會兒就消失了 這個東西 所以幾個屍體解剖 什麼東西都有 太空人的樣子 就是他們兩個頭大大 好像沒有被剖的 他很大大 就是他們的眼睛 行等笑人的眼睛很大 那是三尺多高的 為什麼他們說三尺多高 所以這些已經有了 所以這個下巴 這個下巴說 在這個秋天 2016年的秋天 人類就會有 發現一些東西 會改變人類的思想 不是發現它 不是找到它之後 不是交手 我們都很幸運 我們這裡 香港比較安全 所以不知道它在做什麼 所以這個四五年 法教沒有了 我們現在收緊這些 收緊這些法 就是為什麼去天龍百寶 怎麼去勝 究竟是不是 UFO來的 你根本不知道 是外星人 有好人有壞人 有護法神有魔鬼 所以有些人是好的 有些人是不好的 不是所有的天人都是好的 因為天人是壞的 有些外星人 我們叫天人 佛教叫天人 其實這些是外星人 就是它自己的 直覺它來到的時候 因為它懂得變化 又懂得變化 又懂得變 又懂得忍贏 又懂得誠 不夠它打都行 所以 但是 你對它好 它又未必對你好 所以這些東西 又很難說 所以 給它吃穩陣一點 我相信十二天神功 都要做 可能就是它們來的 所以 這個 我們又不知道 不過 現在我們收緊這些護法神 就是這樣 就是那些護法神 所以 要收護法神 它其實是你旁邊 所以 現在很多 很多古靈精怪的東西 你去楊小坑就知道 最多古靈精怪的東西 為什麼最多古靈精怪的東西呢 因為隔壁就是菠蘿山 山景隔壁就是菠蘿山 菠蘿山是日本那時候的刑場 你說有多少 這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什麼東西都有 所以 我們 未收佛法之前 先收護生 所以 這個 這個 護生 八四五年之後 八四五年之後 我們的佛法 就沒有了 剩下四個法 所以這個準題法 準題法是特別提倡的 因為準題法 因為它這部書 顯默形通成佛心 要留下來的時候 很多人收準題法 那麼 到這個 八幾年 元明清的時候 全部是喇嘛教來的 元明清 三代都是 都是喇嘛教 就是喇嘛進來 有密宗 但是是喇嘛的 大內修的 不是你去平民百姓秀的 因為怕你造反 有神通 那就收 到這個盟國的時候 才開始 有人去到日本 拿些回來 其實元明清三代都去日本 都有人去日本 但是拿回來的人 都不相信 因為是日盟 現在 我們重新再拿回來 我們發覺 我們拿回來的東西 他們更好過日本 不是賣花、添花香 而是問題 就是日本的人 不懂中盟 他們不懂中盟 現在那些人 日本的中盟 水準低了 他們以前 全部都是中盟 現在 只有千多個漢字 而且讀音 又不同 什麼都不同 所以他們連讀都不懂讀 不要說 別說移軌 不要說觀賞 不要說隨盟入觀 所以我們修法 修起來 就好過他了 所以我們原則上 我們是拿了那些法 一個中盟流聖教 就拿了他 所有整個中盟流的東西 因為中盟流 就是中盟流底柱 就是墨宗的高野生 高野生就是整個墨宗 所以日本有九百萬人學 墨宗有五百萬人在高野生學 即是五百萬人在高野生的信眾 所以這個中盟流聖教 一拿回來 已經拿了那些法 因為他全部 三十二本 全部講了那些法 一個是六十五種護摩 六十五種護摩 高野生也只有二十八個護摩 他做了六十五個出來 所有的護摩都一樣 因為墨宗最高的修行就是護摩 即是最得力的就是護摩 然後你又拿到它六十七種 加持六十八種大士 這個是常喜縣的 樂西常喜縣 常喜縣就在高野生隔離 那個金宮封寺隔離 又跟著叫常喜縣赤壁壯 那裏呢 搜索本 搜索本 那裏有些古靈精怪法 六十七種加持 六十八種大士 那裏面呢 講講為什麼隱形 任臣戴家慈法 避法 子傳一人的避法 因為這個是註詞裏面的 可能呢 最後傳傳一下 那些人不識字就賣鬼了他 賣鬼了他 我都是中盟來的 賣鬼了他 賣鬼了他 我們在教書餐裡買回來 沒有搶他 沒有偷過 我們又不是偷 又不是搶 我們買回來 那些增根白銀買回來 所以怪就怪那個書局 東洋書局 就找他背東西 因為聖教都拿去賣的 所以呢 我們拿到這三步之後 整個墨化拿到回來 再有沒有呢 差不多沒有了 再有的那些是省法來的 有些是修嚴道 有些是生意 有些是古意 有些是修嚴道 有些是大糊塗 有些東西 那些粒粒粒的化都沒有用的 最近的就是中盟流 中盟流裡面有的呢 就是正式的東西 所以呢 這個中盟流呢 他都不是為他日本人寫的 他寫多之後 日本人不懂得看 為我寫 為我們寫 我們拿回來就是我們寫 為我們寫 寫得留下來 只有我們有用 在日本沒有用啊 日本人不懂得看 他不懂得看有什麼用啊 所以呢 他想起寫那個呢 抵打那個 所以呢 他雖然可以留下來 但是留下來不是給日本人 給我們 所以呢 我們要謝謝他 不過日本人呢 就應該就 因為這些東西呢 不好意思 寫了之後呢 那些秘密就公開了 如果我們碰不到這三部東西呢 我們要去捐一百年 你都未必找完他那些東西出來 你未必找了 現在你中盟流性教 他都要得賣 不過他是要寫證明的 就是你要寫個證明 寫字廟的證明啊 那為什麼要這部呢 幾十年前啊 不是現在啊 現在可能連沒有都 因為他都不會再印的了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他都沒有人懂得看 沒有人懂得印來做什麼 所以呢 這一個不同的事情 所以我們呢 現在將那些墨法再拿回來 這個 原名稱三代呢 都是這個藏墨 不過藏墨呢 好是好 不過他有雙生法啦 他又有時輪法啦 他又有轉世的制度啦 轉世呢 都是好的 不過有時候呢 現在呢 人權的時代 每個人都說自己就是那個 那你哪邊怎麼分 就不能分 所以呢 這個 這個不要理他 我們不要理藏墨那些東西 藏墨 因為呢 他有他的東西 讓他們自己去搞 不過我們呢 我們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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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脈呢 就是完整的 就是齊全的 所以呢 藏墨和東脈有什麼分別呢 藏墨呢 就是靠寧波車的法力 寧波車的法力啊 喇嘛的法力啊 那這些法力呢 靠不靠得住呢 都靠得住的 他肯跟你做而已 做一次半次 那就完了啦 他不會經常跟你做的嘛 那種 又不是大護法 又不是什麼 就算是大護法 都未必改到啦 所以這個東脈呢 就是靠自己的 就是你自己修行 當然有全城的加持啦 但是你自己可以修行嘛 就是你可以去到 修完十八度啊 去修中永留性教啊 去修這些 全部都可以修 你這藏墨的時候呢 你只來來去去那些 那些很初機那些東西 去修一些卍封修些法本啊 都不需要怎樣修 雖然有些大的法 傳出來大的法 你也修不了而已 你沒有三零零三個月閉關 那你就修不了 而且這個全城的護法呢 是護過全城而已 比如說你撒馬鈴波車是一個特別護法的 這個護法只是護那個鬼的 只是護撒馬鈴波車的 大寶白王只是護大寶白王的 那你的人去收就未必得到他的擁護 所以每個鈴波車有一個微正道的護法 就是這個世間的護法 世間的護法做什麼都可以 做什麼都沒有什麼 他們沒有說沒有因果沒有什麼 他們只是聽過主人說的 所以這個護法經常共 所以很靈感的 所以我們學動物靠自己 靠自己的修行 就是要修的 學藏物的時候靠護法的加持 這樣都可以的 自己都修也有用的 你修多一點都可以的 不過有些人修有些人不修 所以這個現在講 跟著他念完這個 一盟署一字咒 這個披甲匯生代表這個護生壽 跟著就念 翁媽尼啤梅雄 翁媽尼啤梅雄 就是這個六字大明咒 六字大明咒日本就很少人念的 因為每個地方都不同的 日本最多人念就是北洞 北洞是護法來的 北洞全日本都是北洞的 如果一講財神就打天 這個特色就是光明爭言 準題啊 光明爭言 這個金光封紙呢 金光封紙有四個點 一個就是準題點 一個孔雀明王點 一個就是愛爾明王點 一個就是北洞 所以他都有四個 所以準題都很重要的 準題 如果我們在中國 中國學的特色呢 就是準題 準題就是 因為多人修 你要那個法要多人修才行 在西藏呢 就全部都念翁媽尼啤梅雄的 所以特別靈的 翁媽尼啤梅雄在西藏特別靈的 如果你在中國的時候呢 你修墨宗呢 念準題就最靈的 因為多人修 威力就大了 就是多人修 因為修下的那些會死的 死了之後又要護這個法 比如說你現在修準題法的 死了之後又要護這個準題法 念溫自己有 這樣就護你了 所以要多人修的那些才有效 你不要找一些最偏門的 找一些最偏門沒人修的那些我來修 有時候都是最有效的 但是未必就這麼容易修 修得到有效 所以這個中國呢是準題 在日本呢是北洞 北洞 北洞 和光明增營 要超渡呢就是光明增營 它是什麼呢 每個地方都是修約師的 約師是一定的啦 所以呢 每個都有不同的東西 這個六字大明咒呢就是因為 這個佛講這個六字大明咒經的時候呢 有七驅子的佛在地下湧出 說我們都是念準題就成佛的 那所以呢 和這個六字大明咒呢是相遂的 所以呢 要念準題就念完六字大明咒呢就相應一些 那這個六字大明咒呢 這個就不是西藏那個 西藏那個 歐馬尼啤美空 那這個 歐馬尼啤美空 歐馬尼啤美空 就一譯作啦 這個呢 次六字大明咒一百零八便 那一個 歐馬尼啤美空 這個呢 歐馬尼啤美空 歐馬尼啤美空 那所以呢 兩個 那現在日本念什麼呢 歐馬尼啤美空 所以呢 有不同的 那西藏念什麼呢 歐馬尼啤美空 啤 或者這個巴 巴呢 念啤 我們亨都麻呢 亨都麻和巴德麻呢 都是蓮花來的 因為有南陰北陰 所以呢 日本就是 王八大師學那個呢 是念亨都麻的 所以我們常常都亨都麻 亨都麻呢 就是蓮花來的 那現在正式的墳盟呢 就是帕特麻 帕特麻 帕特麻 那這個西藏呢 因爲他畫不到個派對 所以呢 他就唸這個 唸這個啤字 歐馬尼啤美空 歐馬尼啤美空呢 所以有個老人家呢 就唸 歐馬尼啤美牛 那些呢 空字是牛音 他就唸牛字 那你不懂字嘛 歐馬尼啤美牛 哇 唸得久呢 那些斗就跳來跳去 由左邊跟他數數 唸一句 那些斗就跳一粒 跳過去左邊 由右邊跳過去左邊 那有個喇嘛經說 哎呀 阿婆你唸錯了 歐馬尼啤美空才對 哎呀呀唸錯了 改呀 師傅說錯了 一改那些斗就不跳 爲什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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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時候呢 你有你的護法神 他有他的護法神 所以你唸錯呢 他聽錯 沒所謂的 他照護你而已 看你的心而已 你的心而已 護你的心 不是護你的聲音 所以呢 你未必一定要讀正的聲音 所以呢 這一個 這一個呢 所以呢 這一個 不是 不是印度話 如果你說印度話 印度現在很著數 一說出來就是凡盟 爲什麽他很著數很多 其實又不是 所以呢 印度又不是先進得這麽厲害 人又多 人種 人種又多 你看看印度旅行呢 這些電燈署全部是人來的 電燈署下的人 一堆就在這裏 一堆堆 一堆堆的那些人 就是 就是 真是不修行都不行了 所以呢 這一個 這一個呢 若仲此受 徐所住處 又無量諸佛菩薩 天王百步集會 又據無量三昧法門 仲此之人 七代種族 皆得解脫 附中諸藏 當得菩薩之為 是人天天天得六波羅脈 圓滿功德 得無愛辯才清淨至聚 口中所出之氣 祝他人生 蒙所足者 禮諸僧道 當得菩薩之為 假若四天下人 皆得七地菩薩 彼諸菩薩 所有功德 以六字大明咒 一片功德 等無有疑 這個六字 其實整條咒都是一樣的了 整條咒都是很殊性的 念得好的話 如果念得不好就能講了 因為翁彎的啤明空 個個都念了 不見個個發了 所以這個 此咒 恭欣 菩薩 微妙本心 若人書此六字大明咒 則同書寫百萬四千法狀 所獲功德等無有疑 若以金造如來形象 如微層數 不如寫此六字大明咒 一字的功德 若人得此六字大明咒 是人貪爭痴 不能掩著若帶此咒在生 亦不掩嘗爭痴 那是假的 戴了六字大明咒 罩都會騙人 賣東西的那些 全部戴了六字大明咒 一條朝鴉 所以這個細字 就是註解來的 即是不是這個 不是這個道電大師 不是喔 道電大師寫的 我是道電大師的 麥教心耀 共治也一樣 是再細一點的字 才不是 說此六字大明咒 經 這個呢 永不復受生老病死苦 促德菩薩之為 說此六字大明咒 經 有七十七驅此佛 一時出現同聲是准提咒 即之此六字大明咒 以准提增言 次第相衰也 這個講於大莊嚴寶王經 即是大莊嚴寶王經裡面講 這個講的佛 講六字大明咒之後 有七十七驅此准提 在這個菩薩 不是七十七驅此的佛 在地上湧出來 湧出來就說我們都是念准提受成佛的 所以就叫做准提佛武 為什麼叫做准提佛武呢 其實在佛武來講呢 在這個墨中並不多 是西藏人叫的 西藏人叫孔雀明王 又是佛武 這個又是佛武 尊姓又叫佛武 尊姓是佛頂來的 不是女性就是佛武 她見身女性都叫佛武 其實佛武來講 東墨是很少的 佛武只有一個 只有一個佛武 在這個孟德納裏面 是准提佛武 只有一個佛武 為什麼叫做准提佛武呢 因為念准提咒會成佛 念准提咒而成佛 因為七十七驅此 即是七千萬個佛 因為念准提咒而成佛 所以叫做准提佛武 其他那些不可以叫佛武 大白山有見佛武 大白山是佛頂來的 准提也都是這個尊姓也是佛頂 佛的頂來的 佛的頂有白大佛頂 有金佛頂大佛頂 這個尊姓佛頂 大白山佛頂 有這個徐蓋障佛頂 那這些叫佛的頂上放光 那當然不是佛武 所以這個西藏人的佛武 是搞得亂了 因為這樣 每個是女孩子都叫佛武 所以這個不是佛武 這個准提是佛武 所以念准提法 就因為它是整套的 准提本身就是釋迦牟尼佛 這個認菩薩的生就是准提 認這個憤怒相就是烏斯摩明王 就是壞之金剛 認這個天人生就是炎摩天 認這個等流生就是揭磨生 就是天人生 等流生就是蘭陀佛蘭陀 所以一套東西的五步修法 五步修法呢 杜甸大師永遠沒有講的 那麼日本修呢 日本修就精了 他念釋迦牟尼佛 念這個准提 念烏斯摩明王 念燕摩天 他沒有念這個能陀佛蘭陀 我們是加拿能陀佛蘭陀 就是五步了 因為我們的准提下面 托著兩個 托著蓮花兩個 都是能陀佛蘭陀 能陀佛蘭陀呢 就叫做 巨勢 巨勢 其他都是能陀佛蘭陀 那一個呢 就是光帝 所以呢 光聖帝光 所以一個是光帝 一個是這個 因為這兩個護法呢 是最護持這個的 那麼這個能陀佛蘭陀是給錢的 所以呢 念準提多數有錢 念準提多數有錢 念準提多數長壽 為什麼呢 他是念這個 念這個燕摩天 燕摩天呢 就不是燕羅王來的 但是他管燕羅王的 燕摩天 燕摩天 燕摩天是管了所有燕羅王 燕羅王呢 是地方公來的 什麼太山王 秦楚王 什麼王 那些全部都是地方公來的 但是這個 靠這個天來管 燕摩天來管 所以我們香港呢 有個義師傅 他每天唸四十九次準提 就是每天唸 每天唸 唸到九十幾歲 總是唸準提 那些 那些 魯比丘尼呢 個個都唸準提 因為準提 準提可以長命啦 準提可以 就是滿眾生的願 那麼這個 余耳倫公音呢 就是天佈的 這個 這個十一面公音 就是阿修羅道的 那麼這個 這個 這個 人間公音呢 就是準提 畜生道呢 就是碼頭公音 那麼這個 臥鬼道呢 就是千手公音 那麼這個 這個 地獄道呢 就是聖公音 聖公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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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準提公音呢 是最多人收的 所以呢 你 你如果你說 哎呀 學墨中共論盡 又多野收又成的 不行 不行呢 你唸準提就行的 唸一個準提就 你加起來 有時間加起來 共十二天神功 有時間再加起來 這個放蒙生 已經好好的 十二天神功 十二天神功 加準提呢 已經好好的 那麼 然後呢 結準提 應 醫生上 以準提 大爭言語 一致大樂 一處同念 一百零百景 以頂上聖其應 或有不樂大輪咒 者 指念準提也得 這個呢 這個呢 這個大輪咒 就是翁洞 翁洞 這個後面那裏呢 後面那裏呢 後面那裏 一會兒一會兒再講 這個呢 這個呢 就念翁洞 翁洞呢 就是這個 這個佛頂 一字佛頂 就 那麼 多數呢 準提就呢 都是念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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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就是 翁 翁 翁洞 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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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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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大佛頂的咒來的 這個大佛頂 這個金輪佛頂 這個大佛頂的咒 這個金輪佛頂的咒 這個是佛眼佛頂 為什麼要念這個呢? 因為念這個增加咒的威力 所以就加多美就加多佛頂 但是他就告訴你 有些人就喜歡念大輪咒 有些人不喜歡念 只念準大招亦得 準大英雄 二手二中指 二三二指護中指第一指 二中指右指無名指中指佳有照請 二指來正結相重指 欲生時依止身分頂上計劃 欲準大鄧以左手作金剛拳 右手免諸若得若妄是指審辭也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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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說準題桌 準題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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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就是這樣 這個 這個叫做雙騎印 雙騎印 雙騎印就是這個 雙騎印就是這個響裸 發裸的印 所以它的印就是這樣 就好像一幅圖 有些結成這樣就變成三股印 其實有些人以為準題桌 就是三股印 其實不是的 這個是發裸的印 所以它說 它說 這個準題桌 以二手無名指並小指內叉依內 就是兩隻手指內叉 跟著二中指直樹相底 兩個頭指屈負二中指第一次 兩個頭指二中指第一次 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 如果這個三股印 三股印就是這樣的 三股印就是這樣的 所以現在說 這兩個手指在裏面 這個中指相底 這個放在第一次 這個叫做雙騎印 母子呢 二頭指屈負二中指第一次 二母子依領右手無名指中指 所以呢 這一個是右手無名指的中指 這個呢 這個呢 無名指的中指 右手無名指的中指 這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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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說這個 雙騎印 這個就是雙騎印 這個和日本的傳承是一樣的 畫出來是一樣的 這個呢 這個呢 如果你說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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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遺史的中指呢 所以呢 有些人呢 就會結了 變了三股印 其實這個不是三股印 這個呢 就是雙騎印 所以呢 準題呢 準題呢 那麼 他的咒呢 就是 Nomaku Sammangda Sammangda nang S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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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mosa Nang Sammau Sam Pu Tto Kai Chilang Tang Chilita Ang Chilita Chilita Sapho Tang Chilita 即使造 后面的星是造 所以 Ong Chil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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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pho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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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 日盟 為什麼要用日盟呢 這個 有些大陸 有些大陸 大陸現在就很流行盛盟的 因為大陸現在 很多冷門的東西 這個 這個北京大學 這個 這些 這些 跟麥通有關係的大學 這個 這個 西安 那些 那些 大學都開 凡盟班的 開凡盟班 那他們 請一些 教授 或者 D.S.D.C. 那些 這些 教盟班 那些 以為 學了 凡盟 那些 這些 那些 很熟 其實 就 不 對 為什麼呢 因為 就不只是 印度盟 你學印度盟 是沒有用的 你讀正的音是沒有用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的法剛好在日本拿回來 剛好在日本拿回來 你要將日本的加持力帶到州 那你就一定要學日本音 如果你有時間慢慢熬 連Omany Bermen牛都可以 你熬了四十年 那你就會相應的 那你就糾正它 你無所謂的 我四十年我沒有相應 我四十年後有相應 那後面那些人就跟著有相應 那你有這樣的大志向 那就不同了 但是你都不能夠追崩一千二百年 為什麼呢? 這個空海大師去到中國的時候 他首先上岸802年 所以他上岸802年上岸 上岸802年後 他就用了三個月去學墳盟 去到衛國那裡 說你為什麼這麼遲才來呢? 我快不行了 你才來 那我學墳盟 就用了三個月去學墳盟 所以他回到日本 就把那些墳盟都注射了音 他說注射音而已 但是有些字日本人是讀不到的 日本人是讀不到的 有些日本人很有趣的 他有些字他讀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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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人有些字他讀不到的 那中國好像每個字都讀到 不過是注射不到的 我們那個蝦字 蝦字我們怎麼讀 Kia字我們怎麼讀 沒得住 我們讀不到的 廣東話也讀不到 那個蝦字 國語也能夠讀到 國語 國語一年 波波波波波 你就能夠讀到 就是用國語那些 那些東西來讀 你用英文就好讀 Kia字 K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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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當然是容易讀 我們不是注音盟字 我們不是拼音盟字 我們不是拼音盟字 我們用拼音盟字 就好讀 所以我們有些字 我們是讀不到 讀不到的 靈不靈呢 那當然 當然沒有靈 但是 如果你是認識日盟 就好了 所以呢 日盟是很容易的 因為這個 平賈明 平賈明 就是草書 這個 這個 騙賈明 駐外來語 那個 就是佳書 佳書 一個字 阿 這個阿字 就是這樣 阿 他就是要 那個邊 這個阿字 那個阿字 本來應該我們就是這樣 他現在這個 就是阿 這個阿 他不要了這一句 阿 伊 伊就是伊人的伊 阿伊 烏 烏 烏 就是這個 宇宙的 魚 宇宙的魚 它是要頭的 所以呢 你看看一些日盟 再想一些中國字 那是很容易的 那很快就讀識 我們呢 我用了半個小時 我就會讀了 那所以呢 要慢慢 就是當然啦 你讀得越多 那你就越熟了 就是每一個 每一個 所以呢 要學日盟呢 就好一點 要學日盟呢 所有日本書 你都會讀了 所有日本的東西都會讀 如果靠別人註音呢 就不行 靠別人註音 慢慢註 有人註你就懂不懂 沒有人註你就不懂 所以始終都要懂 那你走去學凡盟呢 凡盟未必對 因為為什麼呢 日本都不是用凡盟 日本它是註了日本音的嘛 所以呢 它有些書是沒有凡盟的 有些法本它是沒有凡盟的 只是日本音的而已 所以呢 我們用日本的東西呢 就將它1200年的加持力 就帶了下來 如果你去念凡盟呢 可以了 你自己念你自己的加持力 因為護法神不知道嘛 日本是錯的 錯慣了就是對的 錯了就是對的 所以呢 沒有辦法糾正的 就是不可以糾正 就是一糾正的時候呢 那你就從頭來過了 你自己要相應四十年了 但是你只有四十年都沒有用的 人家1200年喔 人家用了一千二年 你現在才開始念的 所以呢 而且這些東西呢 你以為呢 念這個凡盟呢 一定是有靈的 其實不是的 因為這些東西呢 是講特音的 講個打個 好像密碼一樣 打那些密碼出去 因為密碼 人家習慣了用這些密碼 你改一改它 那些天人不懂的 那些天人不懂聽 那些天人不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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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現在 那些天人不懂的 那些天人不懂的 那你到了東土的時候呢 那它就會來了 那你一收它就來了 那你一收它就來了 因為法界是沒有 沒有分日本 或者香港 那你一收的時候 那你一點香 那你一念它的咒 它就會來了 那他一聽到他就會來了 整個法界都是第一個心的 會來的時候就聽你唸咒 所以當然唸日本音是最準的 因為他已經唸了1200年 如果他唸咒唸古靈精怪 我現在唸弘盟 唸弘盟的都不聽弘盟的 所以日本那些不來 日本那些不來 找哪裡來呢? 西藏也不是這樣唸的 西藏沒有這些動脈的咒 現在的咒是要叫動脈的咒 唸一盒二盒 南無荷拉撻那多拉爺爺 中國唸大悲咒 南無荷拉撻那多拉爺爺就準了 你不唸咒阿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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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不準了 你不唸的 人家唸開就照唸 因為護霸神聽慣了 你唸那護霸神就來 所以現在人家用了一千二百年 你走去改它 我改正一點 那護霸神都來不唸我那些咒 走的 走了之後人家不靈 你就慢慢收 慢慢想靈它 所以改正的音這些是沒有必要的 本來改正的音是對我們有好處的 我們變成日本化 我們懂得盛盟 我們念盛盟的 你們那些人念盛盟 鞋子就好似聰明 但是沒有用的 但是不靈啊 日本的護法不管 你只能聽慣到音 所以始終要聽慣到音 所以墨宗要講傳承 師父怎麼唸給你聽 你就照唸 你不可以自己去 自己說這個真正正 這樣又不行了 所以這些音來講 音手印 這個就講傳承了 所以我們整個傳承是中影樓性教 或者中影樓有的 那就有 或者中影樓沒有 性教裡面沒有的 那就不可以收 因為我們是有傳承的 現在的人學這些動脈 學藏脈 搞到短沙龍 藏脈就是紅白 這個花牌 紅牌 黃牌 什麼都學了 這個動脈 學獸鹽道啊 學什麼 那我 我學了 我幸好我學了所有的東西 所以我是一個特別的 特別的東西 第一 我在大陸到出生 六歲就來香港 所以就認識國語 已經學了很多國語 大陸就讀四年班 來香港就讀二年班 第一 認識這些 那麼這個來到香港 第二 那麼這個學 學 學佛的時候 首先是譴教先 譴教 那麼就練佛 然後學藏脈 學藏脈 學完藏脈呢 學完藏脈呢 藏脈就做完四家 學到藏脈都成十年了 那麼十年藏脈 那麼學完之後呢 那麼就學冬脈了 學冬脈呢 最先就是學修嚴道 就去維麗化師道 學修嚴道 因為修嚴道 剛剛碰到 碰到 因為當時去到也不知道修嚴道什麼 那麼就學了修嚴道 學了修嚴道呢 後來就更爭而更功學生意 那麼現在高野生學古異 所以碰脈中來說呢 所有東西都齊 那麼讀書的時候呢 就是讀基督教 小學那時候是讀天主教的 中學就是讀天主教的 現在就是佛教 所以所有宗教 就是給你全部 所有東西都經歷過 經歷過的時候呢 那不會說誰好誰不好 就是每個都是一樣的 就是你修行的時候 所以你要 力量要多些嘛 就是你一會兒 所以呢 你現在在哪裡就收什麼東西 所以我們修了這麼多 又修嚴道 又藏墨 又東脈 這個藏墨 最先是 共敦之靈波 就是共同教的 都什麼學霸派的 所以呢 你說 哎呀 那你修這麼多東西 那以前那些什麼呢 你修一個就放一個 就是你不可以 不可以 每個人都要提的 為什麼呢 修一個要一個 因為你是佛法來的嘛 所以 胡八神不會怪你的 你轉是沒有問題的 就是 總之你是學佛就可以了 是吧 所以呢 你練佛 那你就練佛了 練佛 你轉修陌宗 那就轉修陌宗了 那修陌宗和 剪教就沒有關係的 沒有衝突的 那你修陌宗一樣 練得佛而已 但是呢 跟第二些 第二些 好像呢 你修陌宗 修陌宗那些 以前學修陌宗的 現在 現在學古異的 那你就放修陌宗學古異了 你不能兩樣要在一起 所以呢 不可以又學狀脈又學動脈 你兩樣東西混在一起呢 你又有問題 每個人有護法神的嘛 護法神會衝突的 所以呢 有些人喜歡撞碼 動脈混在一起 沒有著數的 就是沒有著數的 到時呢 你有難的時候 你呀 你呀 他呀 他呀 他不整你已經算好了 都不教你 那你就死了 所以呢 這個 這個沒有著數的 所以 你不怕 你收什麼東西的時候 就放前面那個 就是你現在要收什麼東西 就放前面那個 都沒有問題 你不會浪費了 不會浪費的 就是學法 就是這個 這個功德 始終都在的 就是 不會有問題的 變成了 變成了沒有衝突的 就是這個佛法 是姻緣的嘛 那現在這個姻緣是這個 那就學這個了 所以呢 專心呢 就是有好處的 所以我以前在 在這個 在這個白派的時候 我十年 我都沒有去第二個宗教 還是第二個派的 有紅派 有黃派 寧波姐來 我不會去 就是只是白派 因為你要學就學正點 學一個 它顧你的法 你已經不得了 你學那麼多 我做什麼 那麼 我們學動脈的時候呢 我們就放狀脈了 所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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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混合 不會經常混合在一起 就正 就是 因為你說一個好呢 那你就始終要練他 所以呢 我們這個 這個 周音來講呢 那麼下一次呢 我們會印將 我的準題 就是道電大師的準題 而軌的 簡修而軌 那麼這裡呢 就沒有 我們下一次呢 就印出來 還有一些字種 那麼我們呢 現在 現在 共 共 共準題 共準題呢 我們好像 下個再下個星期 我們就共準題 所以呢 所以呢 大家呢 就是 現在道電大師 特別呢 這個 強調這個準題 所以呢 準題呢 是一個好的法來的 我們呢 又要 收